你跟踪婷婷就算了 你还不认错 你不认错就算了 你还责备她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是对她的一种不信任 也是对你们之间 感情的一种不信任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是对她 也是对你的一种侮辱 小子 我告诉你 该你头疼了 你还是不是我兄弟 是不是我朋友的男朋友 是不是我女朋友 最好闺蜜的男朋友 我用的招你再教训我一顿吗 你没看见 那小子 那摸个婷婷手 还摸个婷婷肩 我这暴脾气 我受得了这个吗 要你 你受得了吗 那你要我怎么办 事都已经发生了 想怎么解决吧 你问我 这又不是我的强项 那我问谁啊 你问她呀 她也是女孩 又是婷婷的闺蜜 还了解婷婷 你问我 你不问她 你 那我怎么办呀 我也不知道 我要是知道 我早就告诉你了 我们情景再见一下吧 什么意思 你现在就是婷婷 你现在就是我 你把她惹生气 你原谅她 你问怎么原谅她 你还嫌折腾得不够啊 懒得理你 行 你们都不帮我 不帮我就回不了家 回不了家我只能赖着这 赖着这我只能折磨你俩 你平时还少赖在这儿了 你平时还少折磨我了 耗着耗着呗 耗着啊 反正是你回不了家了 又不是我回不了家了 你就跟她别碰着干 千万别认怂 对 反正你也回不了家 你也不知道 停留下来干吗呢 是不是 发生信给别人 诉苦 你就是傻 我跟你说啊 聪明的那都是往死了 宠自己的女朋友 宠得要让谁都受不了她 这女孩就是你自己的 那傻的才对人家这样呢 我跟你说 现在婷婷一出门 只要谁跟她说句软话 哪真是能把婷婷 感动得五迷三道 你就等着吧 搭肩摸手 那都不是事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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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现在终于消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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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我们俩了 刚才一直都在说他们俩的事 你就不想问问我今天发生了什么吗 你希望我问吗 希望啊 那好吧 今天你和陆寒见面 你们俩聊什么了 她和她没有分手了 搬了一个新地方 家里边好多问题都是坏的 所以请我过去帮她修 那你不继续问了 你比我还急 那好吧 我继续问 你们俩接下来还聊什么了 她跟我说 她到现在终于明白了 两个人在一起的幸福感情 比物质更重要 她还说 她之所以这么做呢 都是因为我 她想用一个全新的自己 和我重新开始 你别老哦啊 你 你就不想问问 我是怎么想的 作为我的女朋友来说 你居然一点没有表现出促意 你这让我太没有成就人了 我相信 你肯定是告诉她 对不起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不能跟你重新开始 你说得对吗 对啊 那结果我都已经知道了 我干吗要表现出促意呢 那你多少要表示一点 你体现我在你心目中的重要性 你看啊 汪汪就是因为太不放心婷婷了 所以惹婷生气 那我太放心你了 我这样做也不对啊 你怎么开始婆婆妈妈的了呢 婆婆妈妈也没什么不可 婆婆很重要 妈妈也很重要 来啦 谁啊 婷婷 我错了 你出去 婷婷 婷婷 你出去 婷婷 婷婷 你松手 你别跑去松开 你松开 婷婷 你弄疼我了 婷婷 婷婷 我错了 婷婷 婷婷 我不应该不信任你 我也不应该跟踪你 我不应该跟那什么张卫吵 我更不应该跟你斗气 其实 但我觉得其实也不全是我的错 你说你跟你前男友出去 又是拉手又是大奸 我能不生气吗 我没什么反应 我还是个男人吗 婷婷 婷啊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跟那个什么 张卫见面了 我觉得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还是不信任我 我不是不信任你 我是不信任他 有区别吗 当然了 总之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见他 那我非要见呢 那你为什么要去见呢 你 你对他没想法 你为什么要见他呢 你跟他见第一面 我们就产生这么大矛盾 你为什么还要见呢 你始终觉得 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矛盾 是因为他引起的是吗 那是什么呀 是因为你对你自己没自信 我对自己没自信 我对自己没自信 我对自己没自信吗 你对自己有自信的话 你就不会跟踪我 你对自己有自信的话 你就不会怀疑我 你知不知道 你的这些所作所为 让我很看不起你 你说得都轻松 我跟我钱就有什么 我又是拉手又是搭建 你受得了吗 我说了 是他主动来拉我的 我是被动的 我没有看你反抗啊 我看你很享受啊 滚 你给我滚 你别动不动你让我滚 这是我家 为你负责房租的 你不滚 我滚 还有人啊 你不滚 脱衫 我滚 跑了 跑了 你不是去道歉了吗 怎么气还没消啊他 别提这事 跟这份上了还那么好的胃口 都这么晚了 咱们俩赶紧回去吧 不想回 那你饿不饿 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我不饿 也没胃口 你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啊 要不然你跟我说说 你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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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说不清楚 反正一想起来就一肚子气 那你希望汪汪怎么做 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 那你多为难他呀 你都不明白为什么 他怎么会明白啊 谁叫我 你要找的人应该不是我吧 你要找的人应该不是我吧 我实在是不知道应该找谁了 只能想到你 所以 所以你有什么事吗 我就是想问一下 许悦她现在好吗 她是不是真的有女朋友了 她现在挺好的 她是我们新公司的总经理 而且她确实有女朋友 米恩 你认识啊 米恩 米恩怎么可能是她女朋友呢 米恩为什么不能是她女朋友啊 可是她 可是最多就点心理障碍 不能亲密接触罢了 那 我 我没说什么 我就是想说 她们感情现在确实很好 任何人都不能破坏她们的感情 所以希望你也 我代表她们两个 谢谢你 谁啊 没谁 走 谁啊 来了 是你 是我 我 我哥她不在 我不找她 我找你 我能和你单独谈谈吗 你找小妮做什么呀 许悦不是已经和你说清楚了吗 过来过来过来 你进来吧 小妮 你怎么那么固执呢 你让她进来干嘛呀 你别再让她搅和你和许悦之间的事了 毕竟许悦曾经喜欢过她 你放心吧 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 不行 我要陪着你 不行 你别推我 你说吧找我什么事 我想让你和许悦分开 你还真是够直接的 那你说说理由 理由是你和许悦不合适 我知道 你们俩从小一块长大 有很深复的感情基础 但是这种感情是亲情 不是爱情 你 你知道的 许悦以前是喜欢我的 你也知道那是以前 现在不是了 当初是你选择放弃了她 我知道我错了 所以我现在想尽力地来弥补这个错误 我放弃了拥有的一切 努力地改变自己 就是希望能把这个全新的我 展现在许悦的面前 敏言你相信我 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动摇了 我一定会全心全意地对待许悦的 你曾经不是也这样劝过我吗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我已经错过一次了 不能再错第二次 你能不能再帮帮我 露晗 你不明白吗 这不是帮不帮的问题 也不是让不让的问题 当初是你很自私选择离开了她 那个时候你有想过她的感受吗 现在你又想重新回到她身边 她是什么 她是玩具吗 可以让来让去的 而且我想告诉你 我很爱她 她也很爱我 我找不到任何可以放手的理由 我给你一个理由 理由是 你们是兄妹 你不觉得 在许悦的心里面 一直都把你当妹妹吗 虽然你们年龄差距不大 可她毕竟一直都看着你长大了 她仅仅只是把你当成一个妹妹 可这并不妨碍我们谈恋爱啊 原来你想过吗 许悦之所以选择跟你在一起 是因为当初她对我失望了 我离开的时候 她的情绪很低落 心是空的 而你又一直都陪在她的身边 人在这种情况下 是很容易产生依赖心理的 所以她对你的情感 只是一种暂时的 依赖 并不代表 你扎根在她心里 我很清楚 我跟许悦之间的感情属于哪一种 你清楚吗 我当然清楚 你真的清楚吗 我很清楚 那为什么你和许悦 连情侣间最基本的接吻都做不到 会有奇怪的感觉呢 谁告诉你的 我只是听说 我只是听说 你不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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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儿吧 逼我回去呢 那也不能不管啊 万一真病了怎么办 我陪你一起去吧 那倒不用 我自己一人回去就可以 我只是担心 我这次一回去 他们不让我回来了怎么办 我去吧 他走了 你怎么了 又被他说郁闷了 我就说别让他进来吧 你非不听 他和你说什么了 他想让我跟我哥分开 他说我们俩注定只能是兄妹 他说我们俩注定只能是兄妹 你不会真相信他的话吧 其实有时候我也是这样觉得的 你觉得什么呀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了 就是我觉得我和我哥之间少了一种 就是情侣之间那种感觉 是不是我们俩真的不适合谈恋爱啊 我的小姑奶奶 拜托你停止你脑袋里那些 莫名其妙的想法好吗 你看你和许悦你们俩从小两小无猜 青梅竹马 同甘苦共患难 一起走过来多不容易啊 你们一定要好好地珍惜 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讲 你们俩是我见过的 最让人羡慕的情侣了 真的吗 你好 我问一下徐悦的办公室在哪儿啊 徐悦的办公室在哪儿啊 徐悦的办公室在这里 这个啊 行 谢谢啊 不用 来 你怎么来了 我想找你聊聊 聊聊聊快坐坐坐坐 你等一下等我打完这个程序啊 嗯 外面热吗 挺热的 好 好 你要不要喝点什么 不用了 你聊吧 嗯 说啊 你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觉不觉得 我们之间 更像是兄妹 不像情侣 以前像兄妹 现在 难道不像情侣吗 你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 我们之间的事啊 考虑什么 要不我们分手吧 要不我们分手吧 我说要不 我听到了 为什么呀 你为什么突然会跟我说这个呢 晓妮你要知道在我心里 你是我女朋友 我是你男朋友 那么恋爱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戏女 等等 这不是重点 发生什么事啊 现在陆寒也回来了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们俩是不是见面了 我承认我是跟她见过面 但是我只是 我只是作为一个朋友来说 我帮了她一些小忙 她是不是跟你说了些什么 你听我说 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好吗 你听我说 是不是她又跟你说了些什么 我觉得陆寒还是喜欢你的 那是过去的事 而你之前也那么喜欢陆寒 那也是过去的事 现在她又愿意重新回到你身边 你为什么不重新考虑下这件事呢 这没有什么好考虑的好吗 那咱们假设一下 假如现在我不是你的女朋友 你不用假设你现在就是我 请你听我说完好不好 假设现在我不是你的女朋友 而陆寒也不是你曾经喜欢过的女孩 就我和陆寒现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女孩 你会喜欢哪一种 你 你就是你一定就是你 你没有认真考虑 我很 这个不用考虑好吧 我求你的小妮 你不要在我非常非常忙的时候 给我出这种难题 出这种莫名其妙 无中生有的小事 你这样会弄弄我 你叫我烦了 我不是嫌你烦 但这样有个女孩很累 小妮 下班了 还不走啊 别人乱 我得想回去 我也想回去 喝点儿 你想喝 随便 你要不去我爸那儿待会儿吧 有些问题想跟他聊聊 正好 我也想找老爷子聊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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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三个小子怎么了 一个个垂头丧气的 有什么问题说出来 看看我能不能帮你们处出主意 咱们一块儿解决 谁先说啊 你年纪大 你先说 其实 我和林爽 原来感情挺好的 我是真心爱她 爱果果也爱自己的家 我就想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点 所以我拼命地工作赚钱 我还没想到 我会变成这样 真的 我是真心地不想失去他们 就是这样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 还是林爽好啊 其实啊 你们的问题很简单 婚姻啊 都是会有倦怠的 两个人在一起朝夕相处 时间久了 就没有新鲜感了 也没有激情了 也没有激情了 面对的都是些家庭琐事 看到的都是对方的缺点 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一个 能谈得来的 你就会觉得遇到了知音 因为你们不用共同面对着 什么困难 是吧 你们在一起谈的 都是风花雪月浪漫的事情 再加上有新鲜感 你一定会掏心掏肺 以身相许 那说了这些我都明白 明白你控制不了自己啊 什么事情啊 只有经历过了才能感受到 你现在已经经历过了 有什么想法呀 我想 我想和林爽复婚 你的这个想法啊 我不反对你 但是你要调整好心态 认真地想好 我和林爽 能不能一直走下去 我早就想好了 这些天我就没干别的 我就走进这事了 可是我不知道 我能不能挽回她 女人有时候啊 就是比男人大度成熟 林爽跟我谈过 她之所以坚实要全部家产 让你尽身出户 并不是为了图谋这些财产 她是为了让你看清楚 对方究竟图的是什么 她把全部存款都放在我那儿了 她说啊 如果你能回头 那更好 如果不能的话 让我把它全部交还给你 因为你们是一起生活了 十几年的夫妻 你们有共同的孩子 她心疼你 要不要再来 你怎么说 你说我已经认错道歉了 可他现在好像 看见我就烦了 更不能提张魏 一提张魏 马上就翻脸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两个人的事 复杂一点 这就要全部联系在一起看 那您帮我分析分析呗 这个张卫 条件比你好 这是事实 对吧 可是婷婷呢 选择的却是你 这就希望她有理由 来证明她自己的选择 是正确的 她要看你的行动 可是你呢 去跟踪她 千方百计的 不让她和张卫见面 这恰恰暴露了 你的软弱和对自己 极端的不自信 婷婷很明白 你不可能一下子 在硬件上就会超过张卫 可是她呢 希望你是她的骄傲 能够看到一个站着直顶着天的男人 站在你面前你就是她的天 是她的依靠 你不用担心婷婷会看上别人 她越是生气 越说明她心里在乎你 我明白了 我今天可能就是 口气是重了点 但是她太喜欢胡思乱想小题大做 这一点让我实在真的受不了 许悦啊 你是真应该用心好好的了解小妮啊 我还不了解她吗 也许你了解小时候的她 正因为这样 你觉得你也了解现在的她 可是你们都长大了 都变了 你真的用心了解过她吗 小妮对你情有独钟 这我看得出来 她不远万里地从国外回来 就是为了找工作吗 她是为了你才回来的 小时候你宠着她 照顾她 在她的心里 你有别人不可代替的位置 她喜欢你 佩服你 甚至是崇拜你 她现在长大了 回到你的身边 她希望了解你 她跟你一起 共同地面对生活 一起面对困难 享受成功 可是反过来 你真正地去体会和了解 她的感受了吗 小妮啊 爱得太用力了 所以呢 让你觉得有些累 可是太爱并不是她的错 而是你的 你是个男人啊 你却没有用心地去了解 爱你的女人的真实感受 你没有让她明白 让她感受到 在她的身边才是最幸福的你 在她身边才是最幸福的你 你们三个小子 找到了三个好姑娘 可要好好地珍惜啊 能给一个女人幸福 才是真正的好男人 分手 分手 我准备死了 对她的老心 我来说 你没想到 我给她来说 你什么都会打到 我来说 我去不死 我来说 我去不死 我来说 你不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以上班点啊 感谢观看 请 走 你突然就是我爸家 对啊 你不是说你知道该怎么对婷婷了吗 怎么还不行动 我已经行动了 你怎么行动 我决定这段时间不见婷婷了 我要做出一些成绩 让她知道我是有信心有能力 比那个张伟强 我跟你说啊 我爸 你干爹 说的可不完全是这个意思 对 这是我的意思 我就是要让婷婷知道 虽然我现在不是她的天 但是我就努力成为她的天 兄弟 我们俩住对门 想不见面很难 那就见着就当没见着 总之我不做出一些成绩来 我是不会见婷婷的 我是不会见婷婷的 你要干什么呀你 什么干什么呀 上班啊 没到点儿呢 早起来虫儿有鸟事 你快点儿 还让你送我上班呢 我还没洗脸刷牙呢 给你三分钟 计时开始 你说我怎么有这么一胸子呀 你就体谅一下她吧 她现在是病急乱投医 不过想做出点成绩也是好事 你应该支持她 我支持她 她她琢磨我啊 她琢磨我啊 我去掐死她 再远了啊 再远了啊 那她跟上海鲜吧 行 来 老大 这份方案得修改一下啊 我已经让小林改过了 那这样吧 最近市场部跟吉祥集团谈的那个合作呢 需要 一项书我已经看过了 他们的条件非常的可可 所以我已经改过了 重新发给他们了 那我跟你说一下技术部去 我来说吧 技术部呢 最近第一期的工作完成得非常的顺利 正在调试和优化 那第二部分的工作呢 正在交给张童去做 嗯 市场部呢目前有三个合作在谈 他们已经把资料 发到我的邮箱里 我大概整理一下再发给你 对了 最近我们技术部呢又招了两个员工 他们都是应接大学毕业的毕业生 那我觉得他们经验不足 所以就先派给张童了 好好学习一下 我这边已经汇报完毕了 你还有什么事吗 你都做完了没有什么事了 算你有自知之明 经过这么多天的努力工作呢 我真心地觉得我非常有做总经理的潜质 那我位置让给你吧 不 你是我的好兄弟 你的位置你做好 但总有一天你的位置是我的 不要气馁嘛 总有一天我当了总经理 我会让你当技术总监 回来啦 回来 你们回来啦 不好意思啊 我们今天太忙了没做饭 没事吧 这已经好几天了 真一直都这个状态 真的打个鸡血了 开饭了开饭了 谢谢 谢谢 急什么 我吃了 你吃了一会儿要有工作嘛 你多吃点菜啊 你多吃点菜啊 谢谢啊 我吃完了 你多吃了 你看一下这个地位要不要改改 老大 我叫你老大 咱们别这么折腾自己去 这怎么能是折腾自己呢 我在努力工作呀 工作是要做 但不用那么拼 你总得适当地休息一下 让自己放心一下 我没有时间 我要尽快做出一些成绩 来给婷婷看看 人婷婷也没说 非得在多长时间里 让你做出多少成绩来 她只想确定你自己足够自信 足够努力就行了 那我现在也要用行动证明了 现在最好的证明就是努力工作 婷婷 你不入了什么邪教吧 人家不理你 你急了吧 你说她是不是脑袋坏了 努力就努力呗 她居然不理我 也不回来住 见了面还假装炕剑 那还不是被你逼的 她想做出点成绩 我什么时候逼她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想的 也许她想明白了 你是怎么想的 你就给她一次机会 让她好好表现表现吧 就这么一直不理不睬下去啊 那你就先主动 那怎么行 应该是她主动 那你就慢慢等吧 等她做出点成绩 不过等多久就不知道喽 她想做出点成绩 我有办法 喂 张卫啊 什么 你要约我 没问题 有空 那就明天下午吧 什么 什么 你要来接我 啊 当然行 啊 好 好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要忍不住了就出去啊 我现在不能说这 我要对自己有信心 我要对婷婷有信心 我现在唯一要做的 就是努力工作 这家伙 我都这样了 她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你让她怎么出来 本来就是因为不放心你 惹你生气的 她哪敢再办啊 那也应该吃个醋 生气什么的吧 这样显得我也太不重要了 哎呀 我真替汪汪觉得冤 紧张你呢 你生气 放心你你还生气 多为难她呀 我也替许悦觉得冤 一点小事就胡思乱想 一会儿吵架一会儿落尊手 你多为难她呀 你成心的吧你 谁让你说我的 考验你 哎 你不会真打算去见那个张卫吧 难不成你还在他们俩中间犹豫 那我也要去 你去干什么呀 我要替我男朋友的好朋友 看着他女朋友